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oy 今天我们来到福建的仙都远村这边 我们要吃一款叫做麻糍 它跟我们之前吃的也不一样 它颜值非常高 我们去看一下吧 走 做这个做多少年 这绿色是什么下料 抹茶 还是冬天很多 冬天的时候就要几十个人在做啊 也都要几十个人 这个总共几种口味 从这种花生芝麻和肉叉改良的 我想真的还没做ร到的 冷凳后 懸ja 是 妻想人家 这是最终的 熟吃的 там也欲 在这里 这个是泳村的麻糍 那现在总共有五种口味 颜色很好看 猜猜看四雅口味吧 这个包的肉松 这个皮是紫薯的 然后这个皮是抹茶的 这个肉松的 现在四雅这个是肉松的 这包装还挺精致的 每一个都用保鲜膜皮子 这个保持期不久 它这个肉脉打的真的很Q的 其实这个可以一口一个 这包的海苔的 老板说海苔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外面这个抹茶锤打出来的 还不错 这是很多 它这个麻糍还算是泳村的一个传统小吃之一 孩子满月啊 桌碎啊 都会在酒桌上能看到 宴请宾客用的 例子还挺悠久的 吃起来口感远远冰冰甜甜的 又Q又鲜 它口感跟全桌市区张桌厦门 还很不一样 关键颜色好看 颜值很高 传统手工小吃 这必须用手做的 这个包的是花生芝麻 口气吃了四个 现在肚子一样饱 那这些我就慢慢吃了 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请帮忙点赞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